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读书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视频中的场景是 2019年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班寿一事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班寿勋章 其中啊 有一位坐着伦理的老人 很是特殊 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我国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中科院院士孙家栋 他也是我国人造卫星技术 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 他从事航天工作六十余年来 主持研制了四十五颗卫星 树立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里程碑 然而您知道吗 这么一位卫星发射领域的大专家 他本来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 他学了七年的飞机设计 之后呢 转而从事的工作是研制导弹火箭 再之后又转来研制人造地球卫星 成为了中国航天领域的领军人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孙家栋一次一次地转行呢 又是什么精神使孙家栋成为了航空领域的专家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 由王建盟所写的《孙家栋传》 我们一起在书中寻找答案 故事要从一只旧的牛皮文件包说起 我们一起来看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牛皮包 看上去是一只非常旧的牛皮包了 上面的漆块多处脱落 棱角已经被磨掉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只如此旧的牛皮包 却是他的主人孙家栋心头的宝贝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读书 事情还要从这个牛皮公文包的来历说起 书中说 1951年的7月 经过多轮考核层层选拔 忧中择忧 最终全军确定 新四军选出十名 八路军选出十名 哈公大与航校选出十名 共三十人的团队 去苏联的儒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 而孙家栋很荣幸地被选中 并且就读了飞机设计的专业 在那个时候 国家为了培养自己的空军专业技术人员 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书上这么说 说在当时物资很匮乏的年代 空军部队专门给这批留学生 量身定制了质地上等的毛料军装 此外 每个人还配备了一个当时很时髦 算得上是很奢侈的牛皮箱 和上课用的牛皮文件包 这个牛皮包就这样 被孙家栋从北京带到莫斯科 又从莫斯科带回北京 一直伴随着主人 至今将近七十年了 所以从这个旧的牛皮公文包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孙家栋对他七年在苏联的求学经历 非常的留恋 对他的飞机设计专业 也有极为特殊的感情 然而书中说 谁也想不到 毕业之后 渴望要在飞机设计上 大展宏图的孙家栋 居然转行了 去搞导弹 搞火箭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转行和一位开国元勋有关 谁呢 我们来看 就是他 无产阶级革命家 军事家 十大元帅之一的 聂荣真元帅 书上写道 空军部队 花血本 远送苏联培养的 这批专业技术人才 于1958年4月 学成归来 自然 孙家栋是其中的佼佼者 而此时 正巧碰上 新组建的国防部五院 也就是导弹火箭研究院 急需技术人才 就在这时 聂荣真元帅 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 要人 刘亚楼上将心疼地诉苦说 聂帅 你提出要人 我怎么也不敢不给 但给你三分之二 给我留八个行不行 聂帅真的就给 刘亚楼司令员留了八个人 但是孙家栋的名字 却被圈到了 国防部五院的名单里 就这样 飞机设计专业的高材生 被聂荣真元帅 清点到了火箭研究的岗位 跟着钱学森 搞起了火箭导弹 学了七年的飞机制造 本想回国之后 在专业上大涨宏图的孙家栋 居然被组织上决定 转了专业 对于这一件事 孙家栋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 他完全没想过自己 回忆当时的情景 孙家栋说 真的是又高兴又担心 高兴的是 能够在新中国刚刚创立两年的 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 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了 可担心的是 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 导弹是什么样子 怎么设计怎么制造 心里是一点底也没有 就这样啊 孙家栋从新中国的 第一枚导弹研制干起 这期间 他参加了全部导弹的研制工作 九年的功夫 一步一步从一名新手 到导弹总体设计员 总体组长 总体设计师主任 一直升到了总体部副主任 然而 放弃个人的诉求 一心为了祖国的利益 听从组织的安排调遣 对孙家栋来说 并不只有这一次啊 时间来到了1967年的夏天 1967年7月29日 孙家栋正在办公室浮案 进行导弹设计 时任国防科委参谋的汪永素 在事前没有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 驱车直接来到 位于北京城南孙家栋的办公室 简单明了地对他说 组织上派我来 向你传达上级的指示 上级决定 调你去负责 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 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 在孙家栋 费了整整九年的功夫 对导弹设计工作 终于熟悉起来 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的时候 一直调令 又把它带到了 人生新的起点 原来是前学森亲自点将 让孙家栋负责我国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 总体设计工作 书上说 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 他再一次放弃了 自己已经熟悉 且箭术颇丰的领域 转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担起了中国卫星研制的重任 这一次 孙家栋一干就是近六十年 并且再也没有离开 学了七年的飞机制造 搞了九年导弹研究的孙家栋 为何毫不犹豫地 会一次又一次 放下个人喜好 放下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专业 完全听从组织安排 进入陌生领域 从头干起呢 他难道就从来没有过 自己的选择吗 也许 我们能从书中 孙家栋的一段话中 找到答案 他说 人生不需要选择 国家需要 我就去做 将自己的需要 放到最小 将国家的需要 放到最大 国家的需要 就是自己的需要 原来 这就是孙家栋 这位老人 一生的选择 毕生的信念 好了 感谢和我们分享 孙家栋传 明天 我们再一起来读 看一看 一味将四十多颗 人造地球卫星 送上天的航空专家 是怎样练成的 明天见 我们再来读 我们再来读